台北縣有一個詹姓男子 兩年前他的哥哥溺斃了 留下了一台老機車給他逮捕 但沒有想到四天前 這台車鄰十二年的老機車 卻突然不見了 所以他趕快報警處理 也上網請網友來幫他協巡 因為他說這台車子 有他珍貴保留二十多年的兄弟情 接近凌晨四點 一名年輕男子走了過來 有點鬼睡的停在兩部機車之間 突然一個箭步拿出鑰匙 用力轉了幾下 再不慌不忙的戴上安全帽 偷窃機車過程 宛如牽車那麼簡單 然而被偷的車子 對於失欠男子意義十分不同 因為男子哥哥前年溺斃 留下車齡十二年的老機車 給他當代步工具 對他來說 機車代表的是兩兄弟 二十多年的情誼 那這部機車對我們今天知道 他對詹姓先生來說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有權力來追查這部車 經濟價值不是那麼高 可能是代步型的 就是偷來代步一下 等到有用完了 他就會丟了這種 可是巡迴來可能性很高 警方承諾會盡快找回 男子也自力救濟 將偷弃的過程PO上網 要網友一起來抓賊 還詳細記錄竊賊特徵 身高約175到180 右前額頭髮還缺了一塊 年紀大約二十幾歲 希望大家幫幫忙找回機車 讓他持續這段兄弟情 明日新聞陳建廷李志淚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